- 如果你看過我們的Intel第12代Elder Lake處理器評測的話 你們應該也知道Elder Lake的強大之處了 大小和很強,性能也是真的好 不過初期只有K版處理器,Z690主機版 這它...不那麼親民,且高頻率對於功耗也較不友善 如今從Benton i3到i9非K系列處理器都上架了 對你的B260系列主機板也早已進入市場中 那麼,你一定很好奇,在這麼多的處理器之中 你該如何做選擇呢? 感謝Intel贊助本影片 讓我們侃侃而談第12代Elder Lake處理器 簡單看一下Intel第12代處理器的產品線 整體定價相較於漲翻天的顯卡市場還是挺正常的 Benton與i3分別以3000元油棗 以及4350元的價位壟斷PC入門市場 i5這比較特別一點 i5-12400F6核心12執行序的規格價格5400元 很便宜,如果選擇帶有UHD730內顯的i5-12400元 價格就多了550元 而內顯規格升級至了UHD770的i5-12500則再多下500元 至於i5-12600除了頻率,對比其他i5差異就不大了 而i5-12600K則是加入了4個E-Core並且提升L3的大小與處理器頻率 不過價格接近萬字頭,個人覺得不如就挑i7PK系列即可 至於i9,那就是追求機制的用戶可以選擇 而在這麼多的處理器之中,我覺得有一款值得拿出來聊一聊 那就是i5-12500 首先6核心的i5對於許多人來說是個相當具有CP值的選擇 價格不高,主機板不用配太好的 其O-Core 4.1G的頻率想必溫度也不會太高 不像K版的i9需要用到水冷散熱器去壓制 普通的塔扇或是原廠風扇應當可以輕鬆應付 而i5-12500相較於i5-12400K提升的UHD 770內顯 對於現在顯卡依舊高價的時候很有競爭力 未來如果想要將顯卡拿去賣 或是只用內顯打網遊,都很好用 因此這次的評測會著重在幾點 第一,i5-12500的6核心夠不夠玩遊戲 第二,UHD 770內顯的表現足以替代讀顯嗎? 那麼先簡單介紹一下測試平台 CPU當然是這次的測試重點i5-12500 搭配的主機板是華碩最新推出的 Lumen創作者主機板Pro-Art B560 Creator D4 有著古典優雅的低調外觀 以及豐富且擴動性高的IO 對於Lumen創作者那是相當的合適 散熱器採用的是Quiet DarkRod TF2下吹式散熱器 當然這款散熱器對於i5-VK來說就是小case 以下吹式的設計對於機殼高度有限的用戶很合適 且風流還可以幫助主機板的VRM散熱 記憶體部分沿用之前的StreetSkill Trizen Z Neo DDR4 3600 8G兩條 SSD為細節的5Q.5201TB 顯卡為老樣子R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70M Holo Power則為全焊的Hydro PTM Pro 850W 最後機殼為InWin 303C 評測的開始先來看看i5-12500的理論性能 Cinebench R23用於測試處理器的理想性能 結果如圖 可發現這代的路輪i5 不管是多核還是單核 都可以贏過AMD上一代Zen 2架構的R7-3700X 對比網路上的數據也可發現高於AMD這一代R5-1600X 要知道5-6000X現在試駕還要高於i5-1500啊 而3DMark CPU Profile 都類似的結果 其單核表現也要強於Ryzen系列的高階5900X 幫Enter Kuku啦 AIDA 60FPU 10分鐘燒機 用於得知處理器的功耗表現 在主機板PL1、PL2功耗限制解鎖的情況下 平均功耗84.5W 那對比一下i5-12600K的燒機表現 可見Intel這次的策略跟我想的差不多 K版處理器追求極致性能 高頻那當然也就高耗能 需要在主機板散熱器 設備多下點功夫 那非K版的處理器面向普通用戶 性能依舊很不錯 且功耗溫度低的多 頻率恰好就在性能以及功耗的甜蜜點上 內顯部分簡單測一下3DMark的三項遊戲寶分 分數上不算好看 不過以歷代的內顯性能來說 還是可以看到XE架構的性能潛力 那麼來實際看看遊戲表現部分 CPU在遊戲中負責計算一些非畫面渲染的同用運算 CPU與GPU兩者都要夠好才不會造成FPS的瓶頸 首先CS GO 顯卡搭配RTX 3070的情況下平均震557.72 欸?不過如果是用內顯玩遊戲的話呢? 4HD畫質最低平均震47.18 好吧 看來CS GO用內顯還是有點勉強 Morosa Horizon 4 平均震159 在搭配RTX 3070的情況下可發現 其實與i9的差距並不算太大 而內顯部分平均震38 如果曾經是主機用戶的話 嗯...你或許可以忍受得了? Cyberpunk 2077 平均震149 本來想用戰地風雨2012來做測試的 但...2012表現實在是太糟糕了 硬體再好,一樣卡卡 且現在似乎也沒什麼能在玩呢? 因此這次依舊以戰地風雨5來作為遊戲表現測試 平均震119 至於內顯UHD 770的部分,平均震26.3 對比以前測i9 12900K的數據 可以發現其實差距並不大 可見對於遊戲而言 i5搭配RTX 3070的組合其實已經很夠了 i9更多的是在專業軟體 即搭配更好的顯卡時 能夠發揮它強大的性能 而既然說到專業,我們來看看專業表現 B-Ray渲染,分數如圖 可見i5對於這種吃多核心的運算上就比較吃虧些 Blender 的情況也是類似 所以想要有好的專業軟體性能 i7 i9 那可是必備啊 7z 解壓縮也是差不多的情形 不過在著名剪輯軟體 Dyvency Resolve 上面就出現了點神奇的事 分數1170分 對比對手的高階 CPU R9 5900X 竟然只低了... 嗯?80分? 要知道5900X的價格可是多了i5 12500一個萬字頭呢? 難不成這是所謂的Intel神幽幻嗎? i5 12500 6核心夠不夠玩遊戲? 答案是 GO 至少再搭配RTX 3060或是RTX 3070 這種等級的顯示卡時是足夠的 在有搭配獨立顯卡的情況下 i5 12400F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選擇 價格僅5450那是相當的便宜 且性能也足以碾壓隔壁陣營了 況且沒有意外的話 AMD會在下一代把角位換到AM5 在這個時刻來說 Intel相對來說好一些 畢竟第13代也還是LGA1700 那麼UHD 770內顯足以替代獨顯嗎? 嗯...這部分可能就不太行了 但對於不打3A大作 或是平時家機已經玩習慣的玩家 你能夠忍受30幀的FPS或是720P畫面的話 先用i5 12500的內顯撐著 期待Intel即將上市的ARC顯卡 或是等顯卡相加也是一個選擇 當然顯卡未來會不會降價 這就不好說囉 至於專業需求 如果你的預算足夠的話 往i7 i9選擇 那當然是最好 畢竟那邊還有Intel的eCore法寶 這對於專業軟體的表現可是大幅提升啊 以往在Intel的產品線中 最有CP值的選擇大多都是Core i5 第12代也不例外 6顆P Core的超強IPC 對於遊戲而言是非常的吃香 尤其極佳的功耗控制 即使不買塔散 只用原廠風扇也不會成一個問題 以選購的角度而言 我覺得如果預算不是那麼的充足 CPU先選個i5 12400F或是i5 12500 那再看顯卡可以搭配哪一張 會比較好選擇 主機板的話可以先選擇 B260的ATX5年保固主機板 搭配DDR4 16GB的記憶體 這部分都可以參考我們以往的開箱測試文章去做選擇 現在B260主機板與非K系列處理器都很齊全了 我相信你們可以做出最適合你的選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忘按讚訂閱Enterbox 也可以去我們的頻道看看之前做的 第12代ElderLade詳細測試 我們可是花了不少的時間去挖掘ElderLade架構的表現 以及i9 12900K的實際性能 有興趣可以多加參考唷 我是阿湯 我們有緣再見 我來看看 有興趣可以選擇 全部都很喜歡 我們可以選擇 請我捨立的 這個影片 你會先學習一下 我們要做這次 我留意不念 感谢观看